此起筆落尖叫聲 幸運航空正準備降落 碰上封面 大雷雨 機艙劇烈搖晃 彷彿成了大怒神 直到機組員廣播 機艙內才響起掌聲 但乘客回想當時情況 人餘機有存 陳先生搭的是星宇航空JX七四六 從泰國曼谷飛回臺灣 降落時 碰上雲層 對流旺盛 鑿性最後安全著地 但另一架越南河內飛回臺的 星宇JX七八 不只遇上大雷雨 還遭遇風切 重飛後請求轉降高雄 但班機在晚間九點五十五分降落高雄 原定十一點起飛 約十一點五十 飛底淘機 但星宇選擇滯留小港機場 等到天亮六點五十六分 才飛回淘機 轉嫁了五架蛤班 只有星宇呆過夜 變成高雄版成田事件 小港機場說 因星宇內部問題 搬起延誤到宵禁時間 還沒辦法起飛 這回不用睡機場 滯留六十一名旅客詢問意願 有的自行返家 有的安排住宿 住宿費全包 還有兩千元交通費 星宇說成田事件後 以妥善安排 旅客優先 旅客可以接受 但星宇成田事件 民航局還在調查 網紅禁駕駛艙事件 延已開罰張國偉在內四名機師 各六萬元 並寄星宇一職警告 恐怕推延下星宇首次 是埃法紀錄 但民航局說 人會有個星宇說明機會 謝謝 請你請你一職 通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 新聞時事 盡盛盡美 靜好新聞